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详细做法在视频最后 喜欢的可以收藏 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朝上砂锅粥 那么砂锅粥的原材料就全部在这里 今天用到上口牛田羊的高屑海虾 这里有葱 有芫茜 还有冬菜 另外还有几个干贝 这里是东北的珍珠米 还准备了一锅五头汤 我们第一个步骤是陶米煮粥 这个汤是提前先熬好的 用猪骨头熬的头汤 在煮的这个过程中 最好就是用锅子断去搅拌 因为米粒呢 刚放下去的时候它会粘锅底 所以酒饭呢 防止它粘锅 用烧开的时候 在熬粥的这个过程中呢 就中慢火就可以不用特别的辣 因为我们的砂锅的船是特别的强 所以不用开得太大了 这里下去烧开以后呢 我们刚刚泡了一点这个干贝 连这个泡干贝和干贝一起下去煮 我们一般如果是在煮海鲜粥的话呢 虾也好蟹也好都会喜欢放一点干贝 它会提鲜 这葱油呢 在砂锅粥里面是非常的关键 它起到真香的效果 特别好 好了 油热了我们把葱放进去 OK 炸到这个葱呢 金黄酥脆的时候 把它搅拌起来 过滤起来 我们等一下呢 只要用到葱油 这个葱就不要了 蟹 今天用到牛田羊的高蟹 把蟹剥开 高肉是特别的饱满 剥开 把这个 后盖呢 先给它取掉 把钢留住 先把蟹拿过来洗一下 长剑 把这个小椒先削掉 不要 那么一个蟹呢 看大小 这样蟹呢 切四块就OK了 不用切得太大 然后呢 处理虾 虾 虾我们拿起来先把这个 虾虚虾枪这些给它剪了 虾开背 就到背部呢 直接划一刀 把这虾肠取掉 切几片姜片 好 因为我们的蟹它是相对比较寒压一点 我们还是用点姜 这个周熬到现在有十多分钟了 也差不多要下原材料 那么这个时间呢 我们先下 几片姜 姜 姜 然后呢 把一点冬菜也放进去 下东西呢 下这个蟹跟虾呢 它有一个次序 肯定会蟹也是先下 因为蟹的成熟度呢 比这个虾会长一点 所以先下蟹 蟹是很快就熟 所以呢 这个时间就是到了下调味料的时候 那么今天我们的调味料呢 也是非常的少 很简单 我们下到盐 下盐 然后呢 有一点的胡椒粉 就OK了 就OK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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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记我们这个葱油 葱油放进去 提香非常好 所以刚刚好 眼力也刚刚好 饱满Q弹有弹性 这时候呢 是最好的 而且虾跟蟹刚刚好熟 最后我们放一点 连细下去 这锅粥呢 就大功高成了 哇 做好了自己先試一下 高蟹 蝦 蝦 蝦好 我們來大刀掉蝦